大家好 今天是精致降噪欄目首次和大家见面 我是主播王珊珊 这次将带着大家走进金山清姬 揭秘智能装备中国制造背后的故事 1957年成立的金山清姬经历了60多年岁月的洗礼 时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让我们从接下来的短片中一起去探秘 2057年成立的金山清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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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感觉到时间的运动 这些能力的运动 什么时间在运动我们 什么时间在运动 是奥特兴 是奥特兴 是勇敢和信心 是否能避免的死亡 我是一名速控机场操作工 加入轻机已有21年 我叫戴红 声明普通的前工 加入金山轻机也有33年 我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 认真 严谨 专注地去做好每一个产品 打磨每一个细节 我们竞争了轻机的发展 看到自己生产的设备 跳往全世界 听到客户对我们品质的点赞 能在这里工作我很自豪 时间一直让我们的聚能力 和 Enduring Passion 我叫王苏彪 新南郊大学博士毕业后 加入金山轻机 现任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实业星巴 产业星博 实体经济是我的首选 金山轻机的历史底蕴 和自然制造的发展前景 吸引了我们 我叫夏俊宜 毕业于武汉大学 现在是一名机械工程师 我叫邓宇 华南理工大学硕士毕业 现在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在这里我有机会 接触到行业内最前面的技术 我的项目有可能成为行业标杆 这让我充满成就感 我叫梅珍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毕业 工作中 我们常常为一些技术点 争论得很激烈 技术上很较真 更多时候 同事之间乐意分享和交流 这里工程师文化蛮纯粹的 时间已经留下了我们的 技术研究章 的传承 的文化 的绝对 的传承 和每个人 在精神的机械 达到一个明显的未来 的 词 的 的 词 的 词 的 词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